大家好,我是東映走橋的鮑伯 我們今天很榮幸能夠請到莫娘來上我們的節目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Style & Marie的鍾跟莫娘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鍾跟莫娘 是隸屬於藝人團體Style & Marie的其中一名成員 該團體於2008年成立 目前已經推出五張唱片 也很長到台灣做海外公演 讓我們來看看莫娘私底下跟工作上是怎麼樣的吧 一人じゃ生きていけないWhere you and your 我們現在到了北千住的Style & Marie Style & Marie 超模的時候喜歡做什麼呢 我會去看笑容、美衣服、 還有在Instagram上看這種店 很豐盛的咖啡店 平常發IG的時候會像台灣人一樣 就是常常這個產品自拍嗎 台灣人みたいに あまり自撮りはしないです けど 携帳を友達にお願いして 他人撮り交わします 誰がそれを自撮りしない 恥ずかしい 那我們來問問看莫娘就是 他平常不出門在家裡的時候 會幹嘛呢 家庭は 家庭は 月一回シャルビーコントっていう バラエティー番組をやってて それで コントをやるんで 台本をビエで読んだりとか あとは 中国語を勉強したりとか あと好きなYouTuberを見たりしてます 那 我們剛剛看完莫娘的日常生活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看他工作的樣子唷 請繼續看下去唷 現在人來到澀谷 要直擊現場活動唷 東橋這次還要訪問 Sta & Marie團員的機會 為了當藝人最開心 以及最有成就的事情等等的問題 但暗語影片時間的長度 我們下次再把完整訪問片段 上傳至東京走的橋的頻道 總之他們可愛到鮑勃訪問時 緊張害羞到滿頭大汗 但同時也對他們的敬業 跟努力感到十分的敬佩 剛剛真的是訪問時候緊張感十足 我就是邊拍邊流汗 我剛有拍一卡特寫 就是你這樣一邊在笑 然後這邊有一滴汗 對 真的 對 可能平常覺得偶像或演藝人 就是好像光鮮亮麗 可是我剛剛感覺他們的態度 然後還有那種就是 訪問的時候跟我們聊天 就是接待我們的 讓我感覺他們是很認真 然後會剛剛雖然小小訪台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 很想要支持他們 覺得他們好像很努力的感覺 真的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拍拍他們 實際上彩排跟表演上 是怎麼樣的熱情吧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那個馬路易的八樓的頂樓的會場了 來我們當一日粉絲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興奮啊 哈哈哈哈哈哈 表演前的彩排真的也是很辛苦 把今天要表演的全部都是排練一遍 然後他們都在討論走位要怎麼走啊 順道一提表演當天的風很大 而且氣溫不到10度 所以每個團員都是頂著寒風硬撐 只能說藝人真的很辛苦 七點囉 我們的活動也開始啦 耶 就讓我們在這個二樓的特等席 等著活動開始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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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是太努力了 真的 完全被他們的熱情感到囉 謝謝 開心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直擊就是 表演後的後台 對 表演後台 哇 大家辛苦了 謝謝 謝謝 以上就是與日本藝人互動的體驗 好多多支持他們 支持我 支持我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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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